開胃了 現在旁聽席有陳其邁粉絲團 領隊陳醫秀 歡迎了 拍拍手了 上次會議記錄有沒有意見 沒有 確認 向大家報告 今天的議程是市長施政報告已達行 首先請韓市長上報告台 請記錄 請請記錄 請請請 請請請 請請請請 民進地 民進地 調查他十一 聚絕立國兩制 民進地 調查他十一 可以了吧 照相照完了啦 請回座 不然你們就繼續站著 沒關係 可以了啦 照相照料了 請回座啦 請回座啦 還是怎樣 不會報告這樣 還是怎樣 上了聚會了啦 有夠了啦 市民要將會報告 市民要將會報告 給你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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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請先回座 沒關係 你們站那麼久 沒關係 現場可以看到韓國瑜市長 原本是這樣上台 要施政報 不過由民進黨議員們 是穿著拒絕一國兩制的選擇 好 繼續站 繼續站 沒關係 你們站那麼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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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可以啦 可以啦 把他拿下來 要坐 沒關係 市長來 散報告台 報告 讓他們繼續站那麼久 那位邱大議員 請你拿下來 你不是 議事聽也不是你們的 好 來 市長 市長請報告來 謝謝 謝謝我們許議長 陸副議長 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以及關心我們高雄市政的市民朋友們 以及今天到議會 旁聽席所有來的嘉賓 各位新聞記者 女士先生 國瑜今天非常榮幸率領市府團隊 向各位議會議員們做施政報告 我們高雄最高的價值是愛與包容 我想這是無庸置疑的 沒有一個城市 沒有一個國家 會停下腳步等高雄 如果高雄自己不往前走 我們就會被其他城市遠拋於厚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 我們高雄必須找回一絲一絨的海洋精神 用愛與包容的態度 讓高雄走向世界 也讓世界走進高雄 本府團隊將謹守分際 在經濟交流 青年創業等領域 與所有的人和平往來 快樂地交朋友做生意 也會用最大的力量 為年輕朋友開創更好的未來 當前市政府市政重點 2019年將是高雄衝刺的一年 市政府團隊將以打造高雄全台首富 為市政總目標 在兼顧財政穩健 與城鄉平衡發展的原則下 市政重點將以首富經濟 務實建設 樂活社會 國際接軌 與青年城市 五個面向 向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來做一個簡要的報告 首先 經濟發展 是我們現在市府團隊最重要的工作 招商引資 帶進實際的經濟動能 是市府團隊責務旁貸的責任 我會引進經濟活水 讓北漂外漂的市民朋友回流 高雄市的經濟會逐步回溫 自從上任市長以來 我們一開始先衝光光 來拉動庶民的經濟 同時也請金發局盡速統整土地 大力進行招商 最近高雄的夜市 飯店 餐飲的生意變好 觀光客大量湧進高雄 捷運 輕軌醞釀也創下最新高的紀錄 但是 我深切了解 人潮近來是不夠的 產業的發展才是高雄的命脈 市府團隊將強化招商的功能 積極促成企業 投資計畫落實 我上任後拜訪了很多企業 他們都告訴我想要投資高雄 這些在地企業 投資的金額預計達到700億新台幣 可以提供27000個以上的職缺 另外 我們也看到很多大陸的台商朋友 在地企業 都前來高雄進行考察 看土地 以及他們預計要投資的標的 包括生物科技 室內外的遊樂園 零售商場 數位內容以及製造業等 如兩岸 即跨境創業創新交流協會的會員大會 就首度遺失高雄辦理 而全國商業總會與上海台商 也來高雄舉辦會議及進行考察 我們藉由這樣的機會 向他們簡報高雄的投資環境 可以讓各地企業朋友多多了解高雄 進而投資高雄 高雄物產豐富 擁有非常多元的農魚產品 目前我們最迫切的目標 是把高雄的農魚產品賣出去 今年南南合作 將持續耕耘在中國大陸 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等國家的農魚產品外銷 另外 日本方面的朋友 也最近來了高雄 考慮採購我們高雄的農魚產品 在中國大陸部分 開通了平坦 以及全州的航線 增加了點對點的往來通路 二月底 我們也將跟馬來西亞 我們跟馬來西亞 以及新加坡當地的三家廠商 簽訂合作的契約 確保外銷的長期穩定關係 同時 在國內輔導的農民團體 建立了外銷產區 提升冷鏈保鮮技術 強化安全的認證 及加工品的升級 今年二月底 我率團出訪馬來西亞及新加坡 簽署產品的訂單 尋求商機 共同促成的總價值 五千六百多萬元新台幣的農魚產品 以及一億元新台幣的合作意向書 今年截至二月底 銷往南南合作區的農魚產品 約一千一百三十二公噸 較去年同期增長三倍 漁產品的外銷約兩千四百三十公噸 較去年同期成長百分之三十七 高市政府將務實推動與中國大陸東南各省 及所有東南亞國家的合作 舉辦城市論壇與多邊貿易商展 深化各大城市之間的多元合作與互惠交流 今年三月下旬 我率團出訪香港、澳門、深圳及廈門 希望維持友善和平的兩岸關係之下 為高雄的農魚等產品尋找更多外銷通路 高雄將努力加強與中國大陸南方城市 及東南亞國家的城市經貿文化交流 並促成更多的產品外銷時機 以提升市民朋友的生活與收入 在觀光產業方面 我們要多見其發 包括結合愛河周邊的婚紗、飯店、禮品 打造愛情產業鏈 除了觀光代言人行銷愛情產業鏈外 我們每一個月13號、14號定為愛情日 並配合月月有活動 舉辦十大愛情摩鐵評選 高雄燈會藝術節及提升愛河兩岸旅遊服務等 今年2月 我搭直升機視察愛河流域 不只從平面看愛河 而是以立體角度看愛河的環境保護、水域資源、整治防洪 開發價值及發展觀光等推動的元素 同時 2019年是我們高雄最重要的之一 是高雄推動醫療觀光 這是我們把它定為推動醫療觀光的元年 市政府結合醫療觀光 市政府視醫療觀光為市政府優先推動的項目 希望市政府一界、觀光旅遊界 集體進行有機的結合 市政府將搭建平台 整合高雄各大醫療系統的醫療服務強項 透過旅行社、飯店的協助推動 讓國外的患者對高雄的醫療產生信心 提升高雄城市的能見度 市政府另外將打造以都會區為中心 結合沿海的漁村、北高雄特色地景 與東高雄三城風光的一新三線旅遊行程 結合了美食生態農特產品等 作為提供旅客多元化的選擇 在推動賽馬 現階段考量以非博弈的方式來推動馬術活動 在高雄市現有的三個馬術中心基礎上 推動馬術活動的產業 以及推動馬匹任養的計畫 與城市馬術的交流 預計在今年四月底之前 結合本市體育會馬術委員會 辦理中正盃馬術比賽 今年二月底 我趁著馬來之行 也拜訪了雪蘭鵝賽馬公會及所屬馬場 此行參觀是一個非常棒的經驗以及機會 產業升級方面 我們將朝著傳統產業的高質化 扶植數位內容產業 推動體感科技產業 籌劃跨境電商平台 配合中央法規輔導產業發展 及輔導協助辦理電競事項等方向 來加強推動 另外希望在政府能解決五缺的前提之下 藉由高雄軟體科學園區的升級 以及自由經貿區橋頭科學園區的勢力 提升高雄的產業技術與活絡經貿活動 並規劃報邊產業園區 強化產業基地 我們也期待中央在相關的計畫審核 租稅優惠及法規鬆綁方面 給予高雄支持 讓高雄可以由過度依賴重工業的產業結構中 早日轉型 在務實建設方面 我們希望進行扎根的建設工作 以解決市民的問題 公共運輸入網 我們將優化公共運輸入網的分布 增加公車入網及班次 妥善規劃捷運轉成接駁路線設計 持續推動公共腳踏車的接駁方式 發展共享電動載具的服務 並加強改善偏遠地區運輸邊緣化的問題 我上任之後向中央表達高雄市民 對捷運建設的殷切期盼 希望已經納入前瞻計畫的捷運黃線 鋼山路足延伸線可以加速推動完成 並同意捷運由小港延伸至林園 讓高雄市區公共運輸 形成完整的路網 享有更便利的交通 目前捷運鋼山路足延伸線第一階段 預計108年4月底前 進場施作主體工程 至於第二階段綜合規劃的報告書 交通部已經於3月4號召開審查會議原則通過 有關捷運小港林園規劃評估報告 市政府在今年3月含請交通部 就計畫所需之可行研究經費800萬元予以補助 另外捷運黃線可行性研究報告 由國發會於今年1月8日召開研商會議 其會議結論建議行政院予以核定 本府已將修正資料於本年1月18日報請 韓報交通部 至於我們高雄市民朋友最關切的路不平 一直是高雄市民心中的痛 因此我指定李四川副市長專責督導全市的道路工程 並加強查核管線挖埋的施工品質 至今年3月中旬已經完成鋪設38條市區重要道路 面積達106萬平方公尺 有關改善港區重車碾壓道路部分 已經完成小港區大葉北路等5條 另外有關鐵路地下化沿線路橋拆除工程 目前已經拆除青海路橋自立路橋等橋樑 有關治水的部分 分析高雄市的積水淹水主要的因素 包括了潮位高漲 雨勢過大等超過的保護標準 我們高雄市區排水系統的宣洩不及 以及地勢低蛙等原因 已造成多處的地積淹水 本府水利局目前已參照治水專家的意見 提出本市解決水患所需要的短中長期的策略 至於樂活社會 首先要解決生活環境的問題 高雄的空氣污染嚴重 所以因此要出重拳才能夠整治 對高雄市民朋友有一個交代 我已經指示環保局原局長 要落實減少全市400家工廠污染的排放量 有關鄰近工業區的國中 國小教室裝冷氣及空氣清潔劑 目前以及裝設空氣清潔機有16個學校 國中4所 國小11所 以及特殊學校1所70台冷氣機 1,995間教室 針對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大林埔地區 我在去年底行政院會中 建請中央盡快核定我們大林埔的千村計劃 不要再讓大林埔的鄉親 生活在工廠包圍的環境中 有關經濟部全國循環產業專區四點 及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申請設置計劃 已經將大林埔千村計劃及經費預納入 經濟部並於107年10月提報行政院 本府將於行政院核定後 配合協助執行後續的千村計劃 整治水質部分 我們以源頭管制末端處理的原則改善水質 有關河川水質的提升 推動污水下水道的基礎 所以積極推動污水管網與用戶接管工程 截至108年2月底 本市用戶接管率已經達42% 47萬又3025戶 污水的管線長度約為1455公里 在青少年成長的環境上 我們要強化校園的毒品防治 結合警察局的轄區公權力 校區的行政力 以及社區的行動力 三方面的力量 這是前所未有的 我們實施警區、校區、社區三區合一的方式 來徹底防毒毒品進入校園 我們必要建立學生的防毒意識 對於當前少子化的社會趨勢 我們希望透過廣設公共託運中心 減輕家長的育兒負擔 目前本市15個區設置的17所公共託運中心 可收拖770名未滿2歲的兒童 當中低收入戶的孩子 寒暑假 禮拜六禮拜天不上課時 在家裡沒有營養午餐 必須可能會餓肚子 市政府現在與四大便利店合作簽約 讓這些小朋友在不上課的時候 一樣可以到便利商店去領取一個便當 另外針對小孩子越生越少的問題 我也責成了我們社會局、民政局以及教育局 未來高雄市生下來的每一個孩子 每一個小孩我們都要立案追蹤 每一個小孩子都是我們高雄市的寶 也是國家的寶 絕對每一個個體都要受到政府盡可能的照顧 這個已經命令下達 對於飲法族 我們要讓他們在高雄可以安心的養老 市政府會釋出閒置的公共空間 提供拖老以及照顧者的喘息服務 另外也設置了偏鄉好行的整合平台 可以整合公車、貨車與私家車的旅運資訊 協助解決偏鄉高齡居民的外出採買、訪友或就醫等行動 國際接軌 未來我們的高雄小朋友面臨的機會與競爭 將絕對不是僅僅來自於海峽兩岸 而是來自全世界各地 所以高雄市政府一定要貫徹落實雙語教育 以及雙語城市的規劃 讓高雄下一代的子弟必須要具備有國際的視野 以及國際移動的能力 市政府有這個堅定的決心 青年城市 最後在推動青年城市方面 市政府正在積極籌備成立青年局 打造青創的基地 我們希望能夠結合我們高雄在地的產官學的資源 來專責處理我們年輕朋友的就業、就學、居住 以及創業等重大問題 並且與在地的大專院校、高中職學校建立平台 拉近學校與就業環境的距離 對於有志創業的高雄青年朋友們 我們一定要推動青年創業基金 我們想辦法幫他們籌措創業基金之後 輔導我們高雄年輕子弟勇敢的創業 希望能夠推動高雄成為台灣青年創業的總基地 婕宇 要跟各位議員女士先生來分享一段心理的感想 我們高雄是一個沉睡的巨人 當高雄這個巨人站起來之後 全台灣都會轟動 高雄市政府將大力的來心力 讓高雄市民覺得我們高雄市在改變 而且是有希望的 所以市政府要當引擎 讓各行各業都能夠深意興旺 而且無論是財政 教育 文化 治安 實化 空污 交通 路平 農業 長照 兒哨保護 以及智慧城市等議題 都是我們市政藍圖中不可以缺少的一塊 希望我們市政府 市議會能夠緊密的團結 這是高雄百年來難得發展的機會 最近點閱我們高雄的熱度 已經跳到12億熱度 12億人次的熱度 就是在網路上搜尋高雄 所以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這個發展的機會真的是不容易 我們希望我們真的牽著手 心連著心 一起來團結掌握這個發展的契機 讓全台灣全世界都感覺到南方的崛起 高雄會成為全世界的亮點 謝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非常感謝 謝謝 好了齁 可以了齁 接下來是施政報告答詢 今天上午由時代力量集三個黨團進行執行 這個 在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